16位顶尖歌手用歌声笔听为公益集结 他们目的只有一个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健康教育成长和幸福 他们化身孩子的守护天使 为了公益梦想放声歌唱 今晚新一轮积分赛全面打响 而本周难度加大挑战升级 八组搭档的范述全部清零 由抽签来决定出场顺序 今晚将会有新一组的实力唱将 加盟梦想舞台 来 来 下一位 帮我来非常欢迎 来 来 为了孩子 新一轮比拼即将开始 有请凤凰传奇 苍茫的嘴呀是我的爱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灯开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压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坏坏 万万的热心从天上来 留下那万字牵红一片海 我来 歌要是我们的期待 一路变走变唱的日最自在 我每要唱就要唱的最痛快 你是我点点最美的云彩 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留下来 拥有着唱就只选择你渡过 让爱珍重所有的尘埃 我知道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 更完美就让你留下来 留下来 永远都唱就只选择你渡过 是最面天空最美的姿态 你是我点点最美的云彩 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留下来 拥有着唱就最深的名字 我向爱珍重所有的尘埃 我知道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 怎么没就让你留下来 留下来 永远都唱就只选择你渡过 新增边天空最美的姿态 我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类 就不如一叶千锋锡盖 满面桃花开 我等不受惊喜 我等不受惊喜 我散开胸怀为你等待 令牌又令牌 你是我点点最美的云彩 还有一个后一起来 永远都唱就最深的名字 让海珍重所有的尘埃 我知道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 怎么没就让你留下来 永远都唱就最深的名字 是春天天空最美的姿态 太棒了太棒了 再次呢欢迎我们的梦想 新拿大的好朋友 凤凰传奇呢 真的是每次都带来最精彩的演出 每次过来就是来先给大家放松一下 把这个气氛搞得不要像比赛一样 那么的紧张 所以我们每次都是来打酱油的 麻烦你下回让我打点醋吧 确实在这个舞台上 用你们表演的方式 也让我们更多的这些新搭档 也感受一下作为音乐的搭档 应该怎样去共同合作 完成一个完美的作品 再次掌声感谢凤凰传奇 谢谢你们 来嘉宾席就坐 与明星一起为公益梦想而战 我是萨贝宁 这里是中国梦梦之兰梦想新搭档的现场 我是曾老一 新的一周 我们将要开启一轮新的较量 那么在这个舞台上 之前八队搭档经过一轮单元赛 也就是两场比赛之后 有一组搭档遗憾地离开了我们的舞台 还有七组搭档仍然还将在这个舞台上继续为了帮助孩子们的梦想 去努力的歌唱 但是今天的比赛当中 有一对新的搭档将要亮相 他们是谁 我们会随着比赛的进程为您揭晓 在这边呢我们也先欢迎现场的360位大众评审 而我们这八组新搭档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的手中 第一组出场的搭档会是谁呢 有请 成林 若元来 收养孤儿 关注公益 经典歌曲 熊猫咪咪 妈妈的吻被反复传唱 阿鲁阿卓 清歌赛金奖获得者 年轻的他曾资助因贫困而辍学的家乡儿童 在这个舞台上 他们问孩子力争夺冠 抽签的时候呢 我觉得挺意外的 这比方大家可能都不太愿意去碰到一号 你可以唱这一首 当时我看到阿卓的时候我挺惭愧的 我再来一个好吗 我可以穿成这个 一号一号 抽签结果让前两期一直争议不断的俩人矛盾升级 这期他们演唱的又是成林的歌 是他的歌曲他想唱 我跟阿卓也说得很清楚 我说阿卓 这次可以完全不唱我的歌 他选了一个就定了 定了以后调也定了 原来觉得我的这首歌已经很现代了 因为重新编的曲在美国制作的 结果阿卓说 太老了 我还想重新设计 后来我就找我的好朋友去编曲 当时我挺高兴的 不是说他是一个名歌的陈信 这个新年以后 他完全变成了一个 We're gonna party tonight Come on 我觉得他毕竟真的是年轻 我们每几岁就有一个 但别说我们中间有十几十岁多的这个差距 有请成林阿卢阿卓 为我们带来信天游 我低头像山沟 吹逐流逝的岁月 风沙茫茫满山谷 不见我的重年 Come on 我的头像山沟 我才走向心田 收拾人去的空间 白夜悠悠清晰的路 什么都没改变 大夜听过我的歌 笑和清过我的脸 上南南火开火又落 一边又一边 大地留下我的梦 心里又带走我的气 天山星星一天 初恋到永恒 我寄托向山沟 与着梦时的岁月 风霜茫茫满山沟 不见无敌同怨 大夜听过我的歌 笑和清过我的脸 上南南火开火又落 一边又一边 我寄托向山沟 大夜听过我的歌 小和清过我的脸 上南南火开火又落 一边又一边 大夜听过我的歌 小和清过我的脸 上南南火开火又落 一边又一边 大夜听过我的脸 大夜听过我的脸 小和清过我的脸 小和清过我的脸 上南火开火又落 一边又一边 下南火 fire又落 再次把掌声送给... 庆尔阿鲁阿鲁 再次把掌声送给... 庆尔阿鲁 360位大众� mim Rain - 请点赛 来了来了 时间到 谢谢我们的360位大众精选 宝衣你感觉到了吗 感觉到满出来了 今天将是一场激烈的死伤 龙争虎斗 刚才你听到的这首信天游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们在座的很多都还没出生的时候 几乎唱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大街小巷 当年把这首歌带到中国大地上的 就是陈琳 为了这首歌 我还特别去网上看了 88年的春晚 就是陈琳姐姐 说实在的 我觉得你没什么变 可厉害了 今天选歌我们发现 阿鲁阿卓开窍了 他一定是尊重你的选择了 是吧 我 我跟你说实话 还是不是 还是不是 还真的不是 真对不起 当时我们选的这首歌的时候 阿卓说 陈琳姐姐 我要颠覆一下这个歌 我说好啊 他就把这首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怎么编得起 后来是 我就找了我一个朋友 在韩国 然后重新编了 当天晚上发给我 我当时在车上 我一听 I want to party tonight 我是这样的 怎么是这样的 我都不知道 然后编了 你还只是吃惊 如果这个版本被陈琳听到 眼泪就出来了 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 他们两个有多看重这个比赛 你们的成绩怎么样 请上我们的龚正元 成岭 阿卢阿卓 他们最后的结果是 288 超高的 恭喜你们 太棒了 恭喜两位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两位 本栏目 梦想公益基金 由中国梦 梦之兰独家赞助 本栏目唯一指定用车 是远行专家 斯巴鲁汽车提供 谢谢 节目指定产品 赞助商三星电子 与你起为梦想助力 为公益加油 接下来 我们请出下一组 新搭档 邮件事 他们是梦想新搭档节目产生的第一个冠军 首先实现了他们对儿童安全的公益梦想 之后他们亲自前往天使妈妈公益组织 看望受助儿童 一边继续加紧排练 准备接下来的比赛 本周追求音乐高度的他们又临时换歌 让音乐总监再次崩溃 我觉得以前他是一个艺术家 艺术家可能就是这样子 可能他也比较任性 没有达到我们之前想要的效果 要重新很快地去做一个新的选择 他觉得是这个样子 他不管别人怎么跟他配合 他们希望他们选的新歌 能够献给困境中的孩子 用歌声传递力量 这是我想要的效果 掌声有请我们上一场单元赛的冠军 舞剧机 李琴 带来 我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 都爱这样 的我 我 快乐是 快乐的方式不值一种 吹涌心事 谁都是倒舞着的光荣 不用闪躲 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分墨 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我就是我 水烟是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阔 要做对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我 让江湖看出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 一样身旁的赤裸裸 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 对世界说 什么是光明和磊落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淹没 天空海阔 要做最坚强的寂寞 我喜欢我 我喜欢我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 孤独的沙漠里 一样身旁的赤裸裸 我就是我 世界是不一样的淹没 天空海阔 我喜欢我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 一样身旁的赤裸裸裸 一样身旁的赤裸裸裸裸 孤独的沙漠里 也一样生放的 只落落 三百六十位大众评选请点赞 这样就会比较多吗 就跟你弹当心一样快吗 有快有快哦 还有吗 还有 时间大 谢谢各位 我有一种要创新高的感觉 我心脏快要跳出来了 我要告诉你们两个一个细节 刚才你们两个刚一张口唱 第一句 我无意间扭头看了一眼 坐在我身边的曾宝依 我是第一次看见一个女孩的泪水 就毫无征兆的 一颗大大的滚烫的泪珠 从她的眼角滑落下来 当时真把我吓坏了 怎么了 这首歌我觉得在今天晚上 你们两个成为我们梦想新搭档的 第一组工艺大师 来唱这首歌特别的有意义 我们要帮助的很多小朋友 可能他们一生下来有很多问题 然后或者是他们的生命当中遭逢了很多 不应该在他们的年纪当中 要面对的困难与困境 但是这首歌 如果在今天由你们两个口中唱出来 能够送给他们 我觉得实在是太棒了 我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 你们两个成为第一期的工艺大师 实在是太棒 太称职 而且这首歌送给他们 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我想替他们 谢谢你们两个 谢谢 好 请公正元 有请 李泉和古巨鸡 得到的赞数是 三百 一十四赞 总算有人上三百了 这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看到的第一个超越三百赞的成绩 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 谢谢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我们梦想新搭档很重要很重要 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公益环节了 按照我们的比赛的规则 冠军将要率先去开启一个公益项目 今年我们所有的公益项目都和孩子有关 我们有五个方面 安全健康教育成长和幸福 两位经过商量之后 选择了安全这个话题 而这个话题今年在我们的舞台上 将以一个公益项目的形式呈现 那就是帮助那些意外被烧伤和烫伤的孩子们 所以接下来我们将把这个舞台留给两位 这个公益项目的形象大使 古巨鸡和李全 有请 我们昨天两个人 我们见到一个小朋友 他的名字叫曹斐 那个小孩非常小 大概只有六岁多一点吧 带着面具 他穿的裙子 是一个非常活活的 非常天真的一个小孩 然后 季季哥哥呢 又带着他玩了很久 可是 他的皮肤其实是 非常非常地有问题 因为他经历了一次 非常不幸地 被火烧成了非常严重的一种伤害 他的脸是完全 完全模糊的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 非常不幸 真的很想为他做一些事情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小朋友现在的生活 这是一个父亲 用手机拍下的视频 孩子 这是你勺赏 第二十天的食品 你勺赏欠 爸爸看到的是一个 祸蹦软跳的小姑娘 如今 我可爱的女儿 哪里去了 孩子 这是你勺赏后 第一次问爸爸要水锅吃 你用微弱的声音说 爸爸 我要吃水锅 我听到后 心里行为了虚弱 孩子终于能吃东西了 你花了半个多小时 才吃下鸡片泡 但这一刻 爸爸看到了希望 这一段生命是你出院以后 爸爸在城里给你招来一个 你认识的小朋友 用这样走路的方法 来锻炼你的四肢 爸爸还在家里的院长上 我村里卸下了 小草菲夹肉 爸爸希望你减腔 爸爸也减腔 孩子 这是你做 对拔子收书的一段食品 你最利用 朗镜做的和朗镜成了消风 这样子 今天多棒啊今天 今天能坚持办坚持 是不是 草菲是最棒的 肯定肯定肯啊 是我的话我也叫兔了 好肯定是比爸爸还要坚强 肯定是比爸爸还要坚强 肯定是比爸爸还要坚强 孩子 你少少快一念了 这一念里 爸爸妈妈带着你死固奔波 一路走来 爸爸看到了你的点掌 这一天 你对爸爸说 你想上学 好肯定想上学吗 我想上学 想和小朋友玩吗 我想和小朋友玩 他们给你玩不玩呢 他不给我玩 他们为什么不给你玩呢 他看见我脸很快 他看见我脸很快 今天他们一家人来到了现场 现在站在我们舞台上的是小飞飞的父亲 也就是刚才视频中我们看到那个 一直用手机记录着女儿这段生命中 特别的经历的那个坚强的但是年轻的父亲 这又何尝不是他年轻的生命当中 一段特别的经历 当我听到我们家想灾难的时候 当时我比较崩溃 比较绝望 我感觉能走到今天就是 是孩子救了我 就在一次孩子换药的时候 孩子在哭 孩子哭了以后 然后孩子又不哭了 说爸爸你不要难受了 我会坚强起来 会挺过去的 从孩子说完这几句话的时候 我说做一个父亲 连这一点小小的打击都挺挺不过去 那不会做一个父亲 所以自从那一天 我开始没有流过眼泪 我开始用手机把孩子的最坚强的一面拍了下来 一直到现在 等孩子将来长大了 看到孩子 以前受过这场灾难 面对着以后的人生 他会勇敢地走下去 谢谢 我觉得这段视频不仅仅是一个父亲拍给孩子的 其实也是拍给他自己的 就像刚才他说的那样 其实是孩子救了他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家的小飞飞 其实真的是一个小天使 我刚才在片子里面我看见 一个这么大的女孩子 在经历了人生这样的苦痛和折磨的时候 她能够用那样的态度 能够用那样的坚强去面对 我觉得有多少成年人能做得来 接下来 我们刚刚影片当中的这位主角会来到现场 其实 我跟小萨 还有我们的导演组设置组 我们上下下的工作人员 为了要不要让他到这个台上来 我们挣扎了非常非常的久 我们请教了 很多这方面的专家 用什么样的方式 是让孩子来面对 今天这个舞台和这个场合 以及他未来的人生 所以在这里 我和宝怡 我们提议我们所有的观众 待会小飞飞上来的时候 擦掉我们的泪水 抛去我们脸上的同情和悲伤 我们每个人都微笑着 让这个孩子站在这个舞台的时候 看见的是一个盛开的花园 看到的是一朵一朵灿烂的 绽放的笑脸 好吗 掌声有请我们的小飞飞 还有曹妈妈 还有小飞飞今天认识的新哥哥 余昊明哥哥 欢迎小飞飞来到梦想新搭档 余昊明也是一直在陪伴着小飞飞 谢谢你 谢谢谢谢 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 嗨 您是个阿姨好 哎呀多么可爱啊 你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是不是很快要上学了 没有上学 想上学吗 我想上学 大概什么时间上学呢 还要多久呢 好了都上学 好了就去上学 我要跟大家说 小飞飞特别的多才多艺 哎 你喜欢做什么事情呢 唱歌 她可谓唱歌 那你来对地方了 让这么多人听你唱歌 最喜欢唱什么歌 我从头再来 我从头再来 这都是你的粉丝 我们一起喊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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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把从头再来唱给大家听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心心苦苦已渡过半生 期盐浮游走进防御 我不能随口口谈 不了我只爱的期待 再哭再来也有点小 对那些期待也想 新手带 放掉帅 全体之间爱又是爱一爱 看上帆 人生好帆 如果是从头带来 新手带 忙就算 全体之间爱又是爱一爱 看上帆 人生好带 只不过是从头带来 太棒了 其实小菲菲你知道吗 不要害怕 其实你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样 只要你能够努力的复健 只要你能够坚强起来 你未来一样会很美好 不要害怕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 都很乐意给你帮助 都希望在在你身边 所以加油小菲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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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可能今天孩子 不知道自己唱的这首歌 承担着什么样的分量 但是我想未来的生命当中 他会承受更多的不是压力 而是来自周围所有人的爱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 妈妈和小菲菲今天 也有一个小礼物 要送给 作为这一个公益行动的形象大使 古巨鸡和李全 他们要把这个爱心大使的纪念牌 加油 一起加油 你给古巨鸡和李全哥哥 送了一份礼物 这两位呢 也要给你送一份小礼物 准备现场给小菲菲画一幅画 这样子 古巨鸡要现场给小菲菲画一幅画 谢谢 谢谢 画好了 你有没有看出来这是什么 我画的是什么 女孩 女孩 她有着长头发是不是 因为我跟她爸聊天的时候 她爸爸说小飞飞 现在的愿望 就是希望快点好过来 然后留长头发 那所以我就画了一个 留着长头发的小女生 然后带着笑脸 马上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留着长头发 背着书包高高兴兴 到学校去的小飞飞了 加油小飞飞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 也有一个公益 慈善捐助的环节 有请中迈道合基金会理事长 李淑然女士 在这里 在这里向我们小桃飞捐助救治上款 二十万元 同时为了更传播我们的爱 我们特意成立了道合基金会 首期上款五百五十万元 其中一百五十万元 将跟我们的天使妈妈 共同来做儿童的公益项目 谢谢 谢谢李淑然理事长 谢谢您 在这里我还要告诉 曹飞的爸爸一个好消息 今天 中国梦 孟之兰 将拿出 三十万元 专门用于小飞飞后续的质量 像我身边的这个年轻人 为了家里的生活 他们在城市里打工 村子里的那些留守的孩子们 和老人在一起 无论是对于孩子和老人 这两个社会最需要关注的群体来讲 都是巨大的压力 所以未来 相信我们 会做努力 去改变今天这样一个状况 给更多的老人 更多的孩子 提供这个社会 应该提供的服务和保护 曹飞爸爸加油 加油曹飞 加油 你继续加油 谢谢李淑 谢谢古剧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舞台 留给余浩铭 勇敢地 从一个活泼的大男孩 蜕变成一个成熟的真男人 多么不容易 不管是大人小孩 你在这儿特别有意义 我们把舞台交给你 我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处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我愿意陪伴你 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心爱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已失了心爱的礼物 在风中寻找 从日出道日落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 在黑暗中独自满图 我愿意陪伴你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我愿意陪伴你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只否让风吹熄了蜡烛 在黑暗中独自满图 亲爱的小孩 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处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谢谢 掌兄请出我们的下一对 这是黄奇自己的创作 黄奇用歌声 用创作来迅速这样的一个故事 第一句歌词唱出来的时候 我好像被电到一样 他就吸引了我仔细去听 有请 蕭黄奇 杨佩安 你是我的眼 他帮在女儿 也等着你 看电视野 在本帐本来 看电视野 喔 你不应该 如果我能看得见 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 要能正确地在人情中 牵住你的手 如果我能看得见 就能驾车带你到处 就能轻易地从背后 给你一颗拥抱 如果我能看得见 生命也许完全不同 我想要的不喜欢的 我爱的都不一样 从前的黑或是黑 你说的白是什么白 我们说的天空难 是我记忆中那摊开 在云背后的难连 我妄想的 却是能幻见一片虚空 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 遮住的脸 光了深海 你是我的眼 带我宁愿自己的变化 你是我的眼 带我穿越永远的人旁 你是我的眼 带我阅读浩漫的书汉 因为你是我的眼 让我看见 世界就在我眼前 就在我眼前 人间的黑不是黑 你说的白是什么白 人们说的天空难 是我记忆中那团白 在你背后的脸 我妄想的脸 我妄想的脸 却是能看见 一点虚空 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 遮住的脸 忘了深海 爱 你是我的眼 你是我的眼 带我宁愿自己的变化 你是我的眼 带我穿越永迹的人旁 你是我的眼 你是我的眼 带我全 自己的变化 你是我的眼 你是我的眼 带我穿越永迹的人旁 你是我的眼 带我穿越永远 因为你是我的眼 因为你是我的眼 带我看见 你 世界中在我的眼前 就在我的眼前 喔 肖黄旗 杨佩安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肖黄旗 杨佩安 这是中国梦梦之栏梦想新搭档的现场 360位大众评审 请拿出你们的投票器 喜欢肖黄旗 杨佩安这首 你是我的眼 请点赞 时间到 谢谢各位 大集团 谢谢大家 黄旗 我要跟你说 你刚刚让小萨整个都激动的站起来了 然后他跟着唱 你是我的眼 你知道吗 因为现场 所有的人都已经淹没在你们歌声的海洋里 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一瞬间站起来了吗 我看到了一个细节 他突然让我明白了这首歌是在唱什么 因为那个台子很高 他很紧张 直到杨佩安 直到杨佩安走到他身边 一只手打在他肩膀上的那一瞬间 我看到肖黄旗的两只紧紧并拢着的脚 松了 就那一瞬间的一个很小的细节 我突然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他是人世间最美的一种情感 信任 来 我们有请 龚正元 肖黄旗 杨佩安 你是我的眼 得到的赞述是 本栏目梦想公益基金 由中国梦 孟之兰独家赞助 肖黄旗 杨佩安 你是我的眼 得到的赞述是 二百六十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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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黄旗 杨佩安 谢谢你们 接下来呢 要站上这个舞台的新搭档 堪称是我们这个节目最传奇 最戏剧性的搭档 在第一场比赛之后 我没有记错的话 当时他们的赞述 是排在八组搭档的最后一位 但是在第二轮比赛的时候 突然又进入了前三名 于是逆袭成功 而今天他们又要带来哪些 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演出呢 敬请期待 萨鼎鼎 一亿举万物声 轻轻诠释东方人性 热衷于公益的他 曾在四川省甘兹州 捐赠一所希望小学 常诗蕾 曾在梦想合唱团节目中 为大公子弟学校 筹集公益款项 我觉得人真的最美的时候 就无外乎是他 想为别人做些什么的时候 为这些孩子而歌唱 抽签结果相当满意 接下来就看他们的现场发挥 请感谢第一次的倒数第一名的 给我们就是 屁股上狠狠来的一针 你知道吗 就是让我们真正的 非常理智的去想 我们有什么 我们没有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有请常诗磊 萨鼎鼎给我们带来 《当爱已成往事》加新贵妃醉酒 爱能就在一身心 去背对情死天 爱好人 妈妈 万千和千 贵妃 Baby 愛情的許多難題 仍然暮眩生命 忘了痛苦是可以忘記 卻太容易 我不曾真的一起 你也在我的心裡 我對你能有愛 與我的自己無能為你 因為我擁有夢 依然將你放在我心中 總是容易被往事得動 總是為了你心痛 在別的年輕月中 我無意的如今晚中 不要問我是否在相同 不要問我是否願不由衷 為何你不懂 只要有愛就有痛 就以前會知道 忍受沒有我 你不會不懂 人生進行散步 我好愛嗎 總是一夜夢有 不忘了我就沒有終 將往事留在風中 我無意的如今晚中 我無意的如今晚中 不要問我是否在相逢 不要我是否願不由衷 愛好就在一瞬間 只要有愛 只會對一夜情是天 愛太陽大 我全都失憂 原來你也不懂 只要有愛就有痛 就以前你會知道 全生沒有我 你不會不懂 只要人生在蹭蹭 我好愛嗎 總是連夜夢了 忘了我也沒有用 忘了我也沒有痛 將往事留在風中 再次把掌聲送給兩位 請360位大眾評審 拿出各位的投票器 當愛已成往事 加新貴妃醉酒 請點讚 我看到其他的搭檔們 也拍起手來了 顯然是一種心心相喜 還有 時間到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的投票 有請 龔正元 常識磊 薩鼎鼎 這一組搭檔 他們得到的贊數是 二百六十四贊 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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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個非常高的賽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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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週單元賽 逆襲成功的 常識磊 薩鼎鼎 今晚全新的編曲 戲劇化的表演 為常識磊 薩鼎鼎這組搭檔 贏得了二百六十四贊 而此刻上半場的演唱 已經告一段落 古巨基 李全獲得三百一十四贊 排名第一 排名第四的 是楊培安 蕭黃旗 二百六十贊 先四組搭檔 如此高的贊數 不知道會不會 給後四組出場的搭檔 帶來壓力 而加入夢想 新搭檔的新組合 到底是誰 他們的出現 會對其他搭檔 產生威脅嗎 八組搭檔 誰會成為 本場積分賽的第一名 讓我們和明星一席 為公地夢想而戰 好 進入下半場了 越來越白熱化了 接下來這一組呢 是新加入的新搭檔 這一組新搭檔 兩個分開的時候 都很強 一加一 到底會等於二 還是大於二 還是大於多少呢 就看他們的演唱了 新的新搭檔 到底是誰 請看 掌聲有請 一個是中國內地實力派唱作歌手 不會是他吧 非常強勁 非常強勁的對手 一個被業內人形誉為 亞洲最完美的聲音 哎呀我的媽呀 不要不要不要來 完了我們相信壓力更大喔 非常歡迎 會比較大的壓力 超棒 超級棒的前輩 超級棒的前輩 黃岐山沙寶亮 你把我關鍵 愛 往城市邊緣看 把車窗都搖下來 用速度換一點痛快 孤單 被熱鬧的夜趕出來 就無重告白 是你留給我的美愛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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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把我冠罪,你也让我心醉,爱都舍不回 你猜,最好最坏都猜,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 对我,你爱得太晚,却又走得太快,我的心里不明白 让我变得看不开,让我制造伤害 你也把我冠罪,你也让我心醉,扛下了火又醉,拼命挽回 你也把我冠罪,你也让我流泪,爱都舍不回 我梦到哪里你都在,我全部都忘了 你那神秘的笑脸,是不是说 我无论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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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把我冠罪,你也让我心醉,扛下了所有醉 我平面挽回 你仿佛很醉 你让我心醉 爱的时候不归 爱的时候不归 你仿佛很醉 在这个舞台上 第一支歌 你把我灌醉 喜欢的 请点赞 还有还有 还有还有 时间到 谢谢 谢谢我们的360位大众比赛 再次欢迎我们的新交代 欢迎两位 夏宝亮黄岐山 欢迎 黄芳你好 不要这样讲 不好意思 黄姐你好 这样 今天两位第一次以搭档的身份出现 因为以前在其他的音乐节目里 两位是对手 没错 曾经做过竞争对手 但是今天两位在一块共同合作 为了一个公益梦想去努力歌唱 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不一样 突然一下这个身份的转换 夏宝亮 这次呢我们作为搭档 来到这里 给大家献歌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太一样的感觉吧 你知道你们两个要来啊 带大家多大的冲击吗 黄芳姐姐说了一句特别有经典的话 干嘛把节目搞得这么难 你记得你说过这个话吗 好像有 好像有 你当时是为什么这样说出这句话呢 大嗓子又来了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敢准备PK的歌吗 不管怎么说 强有力的对手已经站在了这个舞台上 在给我们其他搭档以压力的同时 又让我们这个新搭档的大家族 更有公益的力量 这是一件好事 掌声欢迎他们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来吧 看一下两位首站的成绩 请公正元 黄芪山沙宝亮 他们的成绩是 这是中国梦梦之兰梦想新搭档的现场 黄芪山沙宝亮 他们的成绩是 二百七十四站 再次把掌声送给黄芪山 超宝亮 谢谢你们 这里是中国梦梦之兰梦想新搭档的现场 本栏目唯一指定用车呢 是远行专家斯巴鲁汽车提供 谢谢 而八组明星搭档 谁会夺得本场的冠军呢 请赶快拿出你的手机 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 就是这个了 同时你还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中国梦梦之兰梦想新搭档 参与瓜瓜卡 赢大奖 冠军预测 梦想金曲榜等活动 同时在新浪微博的话题当中输入 梦想新搭档 发表对节目的评论 我们每个礼拜会在节目里面送出 中国梦之兰提供的精美礼品 同时也会提供三星电子送给大家的 Galaxy系列智能平板电脑 送给大家 那么在节目收看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拿出手机 使用微信摇一摇 开启一个搜割的功能 和我们的节目互动 摇一摇手机 歌曲的信息即刻就能展现 接下来我们请出下一组新搭档 她是戴然随性的民谣天后齐玉 她是炙炸华语乐坛 三十年不老的小歌齐琴 我个人最喜欢抽到 大概是第四号 六号 六号这个号我觉得 虽然我自己没有来 她应该很满意 我觉得姐姐比较幸运 抽到六号我觉得相当好 二百八十八三 二百七十四 一开始他们疯狂按 三百一十四三 真吓人今天 非常吓人 这样子我看完了 压抑 玩完了 混息接地俩表演曲部 是人们最熟悉的那首歌 这首歌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我觉得这个歌是比较有情愫的 我们就破出去 有请奇情奇遇 外面的世界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离开我 去远空宝乡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会在这里 重心地祝福你 每当夕阳西尘的时候 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 我依然等待你的回忆 我依然等待你的回忆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在很久不远 你拥有你 不远不卷? よいよ mayな mediator 在反省合作甜okay 千秋 礼一批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好无奈 我会在这里白身地等着你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 我总是在这里探望你 天空中虽然飘下雨 我一样等待你的位置 我一样等待你的位置 掌声送给奇琴奇遇 谢谢 外面的世界 360位大众评审 如果你喜欢这对搭档 对他们的歌 请点赞 时间到 这一首奇琴的歌 在刚才的演唱过程中 好像一直是由奇遇 在唱主旋律 你是在给姐姐半唱合音 对 为什么这么安排 这是我跟奇遇 头一回合唱这首歌曲 第一回吗 没有 从来没有合唱过 都是我单独唱 这首歌有多少年了 三十年了吧 三十年来姐弟俩第一次合唱这首歌 就在梦想星达大 所以我就把这个 应该把主旋律让给姐姐 当初就是 小的时候不是很潮气吗 然后在那个少管所里走 关了三年多吗 就是很盼望着外面的世界吗 然后那时候 姐姐念台湾大学 然后呢 每个礼拜 拎着一包这个 内裤啊 牙刷啊 然后就拎到那边来 来看我 只要有一次他没有来 心里面就是觉得 很难过你知道吧 因为在里面就是 很需要外面的鼓励啊 然后很想念外面的人啊 只要听到说 诶 104号 诶 有会客 那心情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然后一直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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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都没有人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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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这个歌我想已经不下十几百遍了 可是昨天那个音乐一起 然后我一开始想他突然这样 我想什么事啊 然后就看他眼眶泛红 男生流眼泪都是要演示一下的 就说突然想到那个时候 可是我感觉让他眼眶有点红 其实对弟弟的那段时间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谜 谜 谜 因为我不知道你瘦了多少 现在改成姐姐的眼眶红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棒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这首歌的意思 我只觉得这首歌好好听 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 这是小哥自己的故事 当时那样的心情 然后又是有姐姐唱出来的 我觉得琪玉姐之所以会 今天这么激动真情流露 也是因为 虽然那个时候是你向往外面的世界 但外面的世界其实想念着你 你们想不想听听 谁的点评 沙宝亮 沙宝老师 沙宝老师可会说话 小哥我们两个认识很多年 一直是我心目当中的偶像 我和姐姐合作过几次 每一次跟姐姐一起唱歌的时候 觉得非常的温暖 而且我跟小哥每次提到 我又跟姐姐合作了 然后小哥就会跟我讲 如果没有姐姐的话 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姐弟俩的这种情 真的很深 我非常的羡慕 我和姐姐合作过 我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 小哥我们合作一首 好不好 当然一定 一定 反正现在你已经唱完了 要不然此时此刻就跟齐琴 我们就把外面的世界 后面这一段 齐琴你唱主旋律 让沙宝亮现场立刻配合声 敢不敢 好试 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离开我 你离开我 我会在这里 忠心地祝福你 每当夕阳 星辰的时候 我总是 在这里盼望你 天空中 虽然飘着雨 我依然 等待你的回忆 我依然 等待你的回忆 太棒了 我们赚到了 这对他俩太简单了 谢谢沙宝亮 谢谢大家 谢谢小哥 太好听了 我们帮你圆了一个梦想 沙宝亮刚才说的一句话 触动了我 你羡慕这对搭档 我也羡慕 我羡慕他们是因为 他们是生命中的搭档 他们一辈子 不会分开 来 我们有请 龚正元 我宣布 齐情齐欲 这一对搭档 得到的赞述是 295赞 谢谢两位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 接下来是哪一组新搭档 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呢 请期待 李伟 新生代偶像实力歌手 曾在梦想合唱团节目中 为助潮行动募集款项 并亲自前往贵州贫困山区 给孩子送去温暖 江应荣 舞曲精灵 行歌公主 我很担心 今天晚上的演出 随着本期比赛临近 江应荣 却突发状况 应荣可能是感冒了 但是他的嗓子不舒服 给他买一些 就是对嗓子好的一些药 流感季节 别感冒 这很广告的 我觉得他是因为 另心很温暖的人 一会儿要来看我一下 一会儿要来读私我吃药 一些小举动很让我感动 跟我讲 真的 我觉得没办法唱 那我们就降替 其实对于他的人 他的高声区是非常好听的 是他的一个特色 歌手在上台前 发生状况很正常 我觉得要有毅力是第一 不同了吧 有请江应荣离委 让梦冬眠 天不再是昨天 那月 也不想前沿 双眼 苍阳几时也 还未说 旧已改变 是 一人我一把 永远 消失在梦中的夜晚 别回头 别回头熟悉的容颜 才看不见 通秦最后 今生的消失在梦中的夜晚 你文字会赖 把我感认 TUも知 这世间让梦永远 是一人我一半永远消失在梦中的夜晚 以为都熟悉的容颜才看不见 今生的爱中也让爱是终于成一切 我们的宇宙在终于成一切 今生的爱中也让爱是终于成一切 来世的终于成一切 我们的宇宙在终于成一切 心被无声陷 今生的爱中也让爱是终于成一切 在终于成一切 今生的爱中也让我当面 再次把掌声送给林伟江应荣 三百六十位大众评审 请拿出你们的投票起 目前最年轻的一对搭档 李伟江应荣带来的这首 《让梦冬眠》 喜欢的请点赞 你们两个不看一眼 为什么不看 抬头一下 他们用余光看我们俩就够了 他们就知道能看得出来这个方位了 到底去了哪里 请请到 谢谢 谢谢各位的投票 在这边呢 我觉得大家待会要额外给江应荣一些鼓励 你知道他在上台前都还在发高烧 你们都听得出来他感冒吗 听不出来 分享 我们来看看观众 对于你们这一对搭档给出的赞数 有请公正元 李伟江应荣获得的赞数是 二百六十六代 谢谢 谢谢两位 带来的演唱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张应荣 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的是最后一组搭档的演出了 已经没有悬念了 嗯 就是谁呢 请看 蔡妍 韩国全能型艺人 擅长热辣舞蹈的她 被称为韩国的币杭斯 阿兰曾东渡日本的藏族女歌手 然后不出以后 以后都可以 初心呢 也没抽到第一名 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那今天也好好庆祝一下 我们边走边吃 然后边聊天 不仅抽签幸运 在酒吧一晚听见即将唱的歌 让姐妹俩这本轮比赛更加充满细心 我也想去爱那个东西啊 就是说自己能够真的亲手启动一个项目 能够为了公益为了孩子站在这里 加油 在前两期比赛中 两人成绩从单场第六名 跃升为前三名 本周的顺心顺意 他们今晚能否获得更好的成绩 有请蔡妍 阿兰 至少还有你 我怕来不及 我要抱着你 直到感觉你的旧望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肯定 直到肯定你是真的 直到失去力气 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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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失去力气 直到视力气 直到视线变得模糊 直到不能呼吸 直到不能呼吸 让我们 尽不离 如果 如果 全世界 我也可以放弃 至少还有你 直到我最珍惜 你在这里 切除生命的奇迹 也许 全世界 我也可以放弃 这是不一意 失去你的消息 一张心的纸 我曾记得在哪里 我看了自己 我要抱紧 我要抱紧 直到感觉你的发现 有了白雪的痕迹 直到视线变得模糊 直到不能呼吸 让我们 心目离 如果 全世界 我也可以放弃 至少还有你 直到我最珍惜 而在这里 切除生命的奇迹 也许 全世界 我也可以忘记 就是不愿意 失去你的消息 真心的纸 我曾记得在哪里 我们好不容易 我们好不容易 我们身不愿意 我们身不愿意 在哪里 最想猜看 不过将你看自己 我看着你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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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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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台下 台下的粉丝觉得 这是分贝器 尖叫的话 感觉 赞就会比较多 是吗 又被踩了 又被踩了 是吗 这里是中国梦梦之兰 梦想新搭档的现场 蔡妍阿兰 如果各位喜欢 请点赞 台下的粉丝觉得 这是分贝器 尖叫的话 感觉赞就会比较多 是吗 又被踩了 又被踩了 时间到 谢谢各位大众评审 你们投出的赞 接下来 两位的战术 我们暂时先不公布 是 对 我们留一个小小的悬念 因为他俩的战术 将直接决定今晚整个 八队搭档的排名 八队搭档的排名 我们也先谢谢阿兰 谢谢蔡妍 蔡妍阿兰 这部跨国搭档 本场的结果还未揭晓 他们轻轻演唱的 至少还有你 会不会感动大宋情审 赢得支持呢 他们的赞数 将决定本场最终结果 截至目前 本场积分赛排名结果 李全 谷具机 314赞 排名第一 肖黄奇 杨佩安 260代 为目前本场最低排名 八组搭档 谁会成为 本场积分赛的第一名 让我们和明星一起 为功绩梦想而战 接下来我们掌声 请上来我们的公正员 为我们带来最后一组搭档的成绩 以及今天的排名 掌声有请 我现在首先宣布 拿来 开演 这一组搭档 他们最后得到的赞数是 二百 四十八赛 这样我们今天的排名就已经出来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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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骨具机 恭喜李全 这里是中国梦梦之兰梦想新搭档的现场 与您一起为公益梦想而战 本节目的公益梦想基金是由中国梦梦之兰独家赞助的 节目指定产品 赞助商务 三星电子 与您一起为梦想助力 为公益加油 感谢新浪微博 搜狐视频 腾讯视频 网易新闻客户端 百度手机浏览器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今天的中国梦梦 梦之兰梦想新搭档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周见 单元赛第二场即将拉开大幕 八对八道将迎来最激烈的敌厅 他们面临更多问题和考验 传奇姐弟及遇及前 将用怎样的歌声颠覆印象 要的就是这样 沙宝亮 黄雪山 能否深圳群雄 撼动目前的排名格局 上期排名套后的丧铃铃常诗蕾 会不会再次赞上终极PK的舞台 谁都有可能被淘汰 几乎就是想我应该放弃了 可以选择歌越来越少 谁都有可能成为王者 应得公益代言人的殊荣 这一次的演出 我觉得很容易就翻牌了 悬念代解 歌唱继续